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身体里面有水 有汗水 眼泪的泪水 看东西想吃东西 口水 还有内上的水 还有血液 还有尿液 都有水 对不对 出入药人体的运输方面 那外面呢 有湖水 海水 河水 对不对 外观世界上的水 虽然它的形状 自身的都不同 但是水性跟功用都是一样的 那以下这一段呢 是要讲什么 自身的水 外面的水 两合一 合一 就是一种水官法 好 我们再来看呢 由此刻得知 自身及十方世界的 湘水海的水源 是同一个本体的 原本是一位流通的 原本是一位流通的 再修水 官法 流水的水 观想的观 方法的 在修水官法 自身及十方世界的 湘水海的水源 口水 身体的水 和外面的水 和外面的水 和海的水 是合一的 一味的流通 可以领悟到 如来藏性之中 性水真空 性空真水的道理 本性 本性融合着水 融合成一片 见证到福性 就像自己的福性 一直在奔流 实在说 但是我知道 神秘密西湖 当中有无上的秘法 应该去注视 去凝视着这个湖水 大家可以看那个照片 对不对 湖光山色 山什么形状 湖水 倒影是什么形状 虽然倒影不是真的 但是呢 还是显现它的形状 这不是秘法吗 我们学佛 学本尊 本尊 就像佛性的倒影一样 一个影子 但是我们追着这个影子 追着追着 我们就进入到佛性的 很真实的实相 湖水又让你学习到什么呢 应该去凝视这个福 应该去听这个福 这是需要自己去体验的 你知道吗 宇宙的万事万物 都有它神圣的神物 那什么是你 什么是我 你也是水 我也是水 他也是水 周围都是水 水观佛性 有水观进入了佛性 好 那么呢 师尊讲说 除了你去看外面的湖水 也要看你自己身体里面的水 听自己血液里面的水 去听湖水的向溪流 也去留心听自己血液的循环 去体会背后隐藏的最终的意义是什么 原来从外面的水到里面的水 听自己的内在音 对不对 那里面的内在美 内在音 量的重流 最后的水 那么的湖水 或者血液的水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